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谁以泪生来 尊重整世界 谁令人赞叹 他奇妙作为 荣耀的君王 往往指望耶稣 一秒晚点 连不失败的爱 你尽会代替我 为我承担释迦 剩下你的生命 剩下我的自由 耶稣我圈阳 你所做的一切 谁把我混乱 带回到城市 谁舍着孤儿 成为圣儿女 荣耀的君王 往往指望耶稣 一真理共赢 你家管列国 在一切世上 如光明照样 荣耀的君王 往往指望耶稣 这世情秒晚点 你无失败的爱 你尽会代替我 为我承担释迦 使下你的生命 释放我的自由 耶稣我圈阳 你说着的一切 你尽会代替我 为我承担释迦 是的 我们来赞美他 因为他配的 卑下的羔羊 你配的 胜过全部的君王 你配的 卑下的羔羊 你配的 卑下的羔羊 你配的 胜过的君王 你配的 卑下的羔羊 你配的 神耗坟祝 深够坟酪的 卑下的羔羊 你配的 這世情秒暗点 你無失败的爱 你尽会代替我 为我承担释迦 拾下你的生命 释放我的自由 也许我炫耀你所做的一切 也许我炫耀你所做的一切 手笔起来炫耀他所做的一切 因为他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 Amen 向帝祝福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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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面对很多的困境 这个的逆牛而上就是 我们向着这个的困难来到前进 甚至于是樱向这一个的困境 那么比如说就同样一艘船 它想用同样的速度来到前进去两岸 那么从A到B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顺水的时候 它用8个小时就可以到对岸 但是当它回来 它是逆水而行的时候 它就可能需要用到10个小时 才能够来到对岸 所以这一个顺水而行 当然很多时候是很顺利的 而且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 你就可以来到达到你的目标 或者是能够前进 但是逆水而行却是困难重重 因为你要跟那个水来到斗力 那么水下来的时候你要冲上去 这个是我们说要出更大的力量 来到完成 来到克服它 来到接受它的挑战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发现到很多时候 有一些的人的志愿 它就是与我们相反 就比如说救火炎 当我们看到有火灾的时候 又只着火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这个的物质来到逃出来 我们快点跑出去 但是救火炎却是跟我们相反的方向 他们就冲进去这个救火的建筑物里面 来到救火 来到阻止这个的火 来到继续的延伸烧到其他的地方 另外我们看到警察 那么如果有犯罪案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快快的逃离那个的现场 但是警察却需要进入到这一个的困境里面 这一个的我们说的危机里面 来到处理这一个的危险 这一个的问题 他需要跟我们走反的方向来到处理 另外金人在那个的面对到国家打战的时候 我们百姓就是能够逃离那一个的现场 有多远就逃多远 但是金人他们的责任 却是要拿起他的包袱 向前冲 面对敌人 来到阻止这个的敌人 打进我们的国家 这个就是 跟我们走的是不同的方向 另外就是那个医务人员 就好像现在 当我们面对这一个的疫情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不想要往那个的医院里面去 我们就是逃离这些的病人 因为怕被传染 但是这个医务人员 他们确实要向那个医院来到前进 因为他们的工作 就是要来到 帮助这些的病人能够得到全医 甚至阻止这个的疫情能够来到传给其他的人 所以这一些的工作 他们就是跟我们来到溺水而行 他们是跟我们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 他们先向我们的后面来到前进 这个就是溺水而行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别人做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是他的责任 他需要如此的就做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最亲爱的人 他们需要到前进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希望他们能够前进 我们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来到后退 来到去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有义务来到向我们访的方向来到前进 他们要面对他们的困境 他们要面对这个挑战来到向前走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但以理书里面来到看 当我们的人生里面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怎样的来到溺水而行 从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 而第六章我们看到丹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 他们亲切爱神 他们专心的跟随神 但是他们的生活上也一样的面对不同的困境 所以我们说不是虔诚就没有问题 你虔诚爱神你一样的要面对这个困境 甚至于我们所面对的困境 跟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困境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到第三章的时候 就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 他建造了一个的镜像 自己的镜像 那么这一个的 所有的 所有的法官 官员 还有那个的大兜都 他们全部都继续 把这个的王的镜像来到开光 所以他们就设下了一个的规条 或者是说这个的节令 凡是这个号角穿 当这个的号角吹起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来到像这个王的镜像来到击败 那这个的丹鱼里的三个朋友 那个时候他们就面对了这个困境 他们的能够跪拜的是 这一个的耶和华上帝 那么当要像这个的镜像来到跪拜的时候 他们不忍行 他们知道这是上帝不许悦的 所以这一些的官员 他们就是要来到 捉他们的把柄 所以这个善规朋友 他们现在面对了这个的危机 那么另外就是这一个的丹鱼里 再来到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 这一个的很多120个人 被选为成为这一个的国家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的就是官位 那么丹鱼里也被选在其中之一 这一些的可以说是官员 他们不喜欢丹鱼里 丹鱼里是被掳掠来他们的国家的 现在一个的外族人在他的国家里面 要来到得到这么高的位置 他们不喜欢 他们想要来到捉这个的丹鱼里的把柄 但是他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丹鱼里的把柄 因此他们就说 我们只能够从这个的丹鱼里的神那里 他的立法那里找到那个的 就是说问题 直到这个的丹鱼里可以被我们拉下来 因此他们就来到向王 来到提议 就是说 这个三十天里面 让所有的百姓不能够求任何人 除了向王里求以外 不能够向任何的人 不能够向任何的神明 来到求任何的东西 因为这个的敌人 或者是说丹鱼里的敌人 他们知道丹鱼里每一天 都擅自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祷告归拜 所以这个的敌人就找到了这个的方法 要来到叛倒这个的丹鱼里 从两个的事件里面 我们看到都是来到荣耀这个的 尼布加尼撒王 所以这个的王也因着这一个的荣耀 或者是说被高举这一个的欺荣心 而迷惑了他的心 所以他就高高兴兴的下了这个的结议 这个的结议别人是不能够来到反 包括王都不能够来到反悔的 所以这个你看到敌人是如此的聪明 来到使王下了这个的结议 那么他们就可以来到陷害他们所要陷害的人 那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危机四处都有 比特前述第五章第八节讲到 勿要谨守警醒 因为我们的敌人 他们就好像恐叫的狮子 让他们四处的游行来到 寻找可吞吃的人 那么从叶伯记里面 我们很明显的就看到 上帝跟这个的撒旦的对话 第一章第七节 上帝就问这个的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那么这个的撒旦就说 我呢就是到处的走走啊看看啊 那么呢上帝说 那么你有没有看到 我所爱的这个的叶伯 这个的叶伯是一个的天真爱上帝的人 所以呢 这个的撒旦呢 就来到说呢 因为主你的保护嘛 所以呢 他当然爱你 他当然不会违背于你 你拿掉你的保护 他就会离弃你了 那么呢 上帝呢就允许他来到呢 把这个的 对这个的叶伯来到下手 来到可以说是试验 这个的叶伯 那么呢 我们看到呢 叶伯呢 他的孩子 他的财产 全部一夜间都没有到完 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 这个的撒旦再一次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呢 上帝问他 你从哪里来 有没有看到我的这个的仆人 忠心于我 虽然你下手的来到害了他 但是他仍然的信靠我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的撒旦呢 他在这个的人间里面 走上走下 四处的游看 四处的来看到可以陷害的人 所以 水晶呢 时常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谨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行 要小心呢 我们的行为 我们一切所行的撒旦都在那边观看 他都在那边呢 来到呢 要寻找机会来到呢 陷害我们 要来到呢 拉下我们 使到我们对上帝呢 士气信心 使到我们离弃神 所以呢 我们要谨慎在上帝的面前 就好像在这个的困境里面 有时候呢 我们会呢 我们会呢 不明白为什么 当我们面对这个的困境的时候 我们呢 会有呢 就是说 生气 或者是我们呢 在那边呢 困安的时候 我们哭气 我们悲伤 但是 无论在怎么样的困境里面 我们都要保守我们的心 那 真言书第四章 二十三节说 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切乃是由心来的发出 所以呢 在困境里面 我们更加的要保守我们的口 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看到呢 月伯 他一夜之间 失去他的孩子 失去他的财产 甚至于呢 撒蛋 使到他全身胜了毒藏 在这样的困境里面 痛苦里面 他的太太又在他的身边 一直的唠叨 叫他放弃神 叫他咒诅神 但是呢 月伯 他保守他的口 月伯 他不让他自己的口呢 说任何咒诅上帝的话 任何违背上帝的话 任何没有信心的话 他呢 都保守他的口 不要在这个的困境里面 来到呢 褬妒上帝 来到呢 责备上帝 月伯 在这个困境里面呢 他仍然保守他的心 不要得罪上帝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计划不然 意思是什么呢 即使是这样 然而 我仍然选择 那我们看到呢 当这个三个的朋友 他们被这个的 我们说的 陷害者 把他们带到 这个的王的面前的时候 王就跟他们 来到说呢 也给他们一个机会 你们就祭拜我 如果你不祭拜 我的这个的 金像的话呢 我就把你们 丢在这个的火炉里面 难道你们的神 可以救你们吗 那么这个的 三个朋友说 我们不回答你 这个的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所侍奉的神呢 他可以救我们呢 脱离你的手 但是即使神不救我们的话呢 我们也不敬拜你的 这个的金像 我们也不呢 来到敬拜你 所以呢 这就是 即使 神不救我 我也仍然 不会敬拜你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一个的三个的朋友 他们呢 对上帝的信心 是很坚定 你要知道 神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他能够 只要他愿意的话呢 他可以救我们脱离 但是呢 这三个朋友呢 他也知道 主权在上帝的面前 主权呢 是神说才是 不是我们说了算 所以呢 他说 神能够 但是即使上帝不救我的话 我也仍然的信靠他 我也仍然呢 不会妥协于你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我们会妥协很多的事情 我们会觉得说 我为了救我 我们恩恩的这个的战时 我们留住一条命嘛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留得青山在 所以我们就妥协了 很多时候 我们就呢 在这一个的威胁里面呢 我们虽然知道上帝是前人 但是呢 我们放不下 我们没有想到说 即使上帝不救我们的话 我们仍然信靠他 这一点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不到 我们只希望呢 神能够救我们 神不救我们的话 我们就妥协 这个呢 就是很大的分别 而且呢 但以理也一样的 当他呢 知道这一个的敌人 线下这一个的 我们说呢 网罗给他 这个的大的坑给他的时候 这个的 但以理他仍然的是 三日跪下向耶和华祷告 甚至于呢 他是开座窗 来到向耶路撒冷的方向 来到祷告 给人呢 可有机会看到 因为呢 但以理知道呢 即使我今天 关着起了门来 我不这样子做 但是在这三十天里面呢 这一些的敌人 还是有机会 做到他的把柄 因为他每一天 必向耶和华祷告 所以呢 这是躲也躲不过的事情 他仍然呢 坚持要向耶和华祷告 来到呢 敬拜上帝 来到上帝的面前 祷告 寻求上帝 这个就是呢 但以理 他和他三个朋友的不同 他们都不妥协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时候呢 我们呢 要学习他们这样坚定的信心 即使上帝今天不救我 我会上命 但是我仍然的 不离去上帝的旨意 我仍然的 不离去上帝的道路 我仍然的 不撇下呢 我的真理 我仍然要信靠主道地 这个是何等的 这个的坚持 我们呢 要来到学习他们 那我记得呢 我的哥哥呢 他们曾经 他们去到美国 就跟他们几个人一起吃东西 那么呢 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很自然的呢 我们基督徒都是会自然的祷告嘛 祷告谢恩 主啊谢谢你 给我们这一餐 那么呢 在这个的 给这个的丹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到这个丹里面呢 就有多一个的折扣 这个的折扣是什么呢 就是呢 你勇敢的在公众的面前 祷告谢恩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很惊讶 美国是一个的基督教的国家 曾几何时 他们不敢在人的面前 来到祷告谢恩了呢 他们完全把上帝呢 放在一边 他们的生活上 都不敢显示出 他们是基督徒了吗 他们向这个的社会 来到妥协 他们不敢呢 来到呢 敬拜 来到祷告 来到向上帝 来到感恩 这个就是人的生命呢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当他们面对危机 当他们面对困境 当他们面对一切的 那个的威胁的时候 人妥协的时候 生活呢 就越来越糟糕 我们就把上帝呢 慢慢的藏起来 藏到最后呢 没有地方藏了 我们呢 就是呢 不再管了 就是你的心就完全离去上帝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生活 即使上帝不救你的话 你仍然信靠他吗 上帝能救你 上帝能意志你 但是如果上帝能够切不做的话 你仍然相信他吗 你仍然可以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吗 就好像这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是否仍然的信靠神呢 我们看到呢 叶伯 当他面对这一个的 我们说呢 身体的这一个的疾病 还有呢 他的士气的财产和他的儿女 他在那个的忧伤失望的里面 他仍然信靠 即使今天神不一知我的 我仍然信靠他 他仍然坚持不让他的口呢 说任何呢 来到得罪上帝的话 这个的叶伯的 他的三个好朋友 听到叶伯他所遭遇的一切的时候 他们来到呢 跟这一个的叶伯 来到呢 可以说是千免他 来到后呢 要安慰他 但是呢 过后呢 他们变成呢 来到责备 你一定是得罪了上帝 所以上帝才不一知你 你就是因为呢 得罪了上帝 还有一些的罪 你没有向上帝来到认罪 所以呢 上帝呢 没有呢 把这个的 你的身体 你的上帝呢 没有来到抑制你 没有来到保护你 所以呢 叶伯就跟他的三个朋友呢 在那边呢 有很大的那个辩论 他讲 我没有 当然 这个的叶伯 他本身也有审查了他生命 他发现到我没有 我已经保守我的生命 我是的爱神 我是保守我的到圣洁 爱上帝的 但是呢 他的朋友说 不然 这个三个是好朋友 他们是真的关心岳伯 但是呢 他们就觉得呢 如果上帝 是爱你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今天上帝不一知你 如果你是岳伯的话 你会怎么办 你会觉得说 上帝不一知你 那么呢 你就放弃上帝吗 岳伯的太太 就一直在那边呢 来到咒诅 来到呢 给他很多 孝极的花语 叫他放弃这个上帝 叫他来到咒诅上帝 因为呢 他们一夜失去 失去所有的一切 使到呢 很多的人呢 来到呢 怀疑 来到呢 指责他们的生命 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呢 如果有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 决二年三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是否呢 仍然能够呢 像叶伯一样呢 能够坚持呢 你会不会呢 妥却 妥却于生活 反正呢 上帝都不听我的祷告了 我就妥却 我就来到 敬拜 这一个的镜像 我就来到 不祷告了 我就不敬事了 我只向王来到求了 我在这三十天之后呢 我再来上帝的面前 认罪悔改 就可以了嘛 有些人就妥协了 你呢 会向你的生活来到 你会向你的困境 来到妥协吗 还是你会坚持 你的对上帝的信心呢 第三点呢 要讲的就是呢 同在同行 那我们的神呢 祂应许 与我们同在 祂也应许 与我们同行 无论我们走在任何的 这一个的困境里面 走在经济的道路 走在沙滩 走在这个旷野 祂都会与我们同在 祂都会与我们同行 甚至在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 祂会呢 赶紧我们来 背着我们 走在前面的道路上 跟我们一起的行 就好像这一个的 但一里和祂的朋友 当这一个的 祂的三个朋友 被丢在火流里面的时候 被火燃烧的时候 这个的王 就忽然间发现到呢 我们丢进去的是三个人吗 那么呢 这一些的官员说 是啊 是他们三个 但是 这个的尼布加尼莎王说 但是我看到了第四个人 这个的第四个人 好像是人子 好像是神 所以呢 这个的王就命令 把这一个的三个人 带了出来 而且发现到呢 他们完全没有损伤 没有受到任何的 火烧的痕迹 但是出来的却是三个人 而不是四个 看到上帝与他们同行 那另外呢 这一个的淡里里 因着呢 向神来到祷告 下跪 来到祷告 祈求的时候呢 这个的淡里里呢 也被带到王的面前 王呢 虽然想要救 这一个的淡里里 因为呢 王喜悦淡里里 但是 王呢 也因着他本身的解议呢 而不能做什么 只有呢 把这一个的淡里里呢 丢在这个的狮子坑里面 那么呢 这个的王 他也很可爱 他说呢 愿你的神呢 能够救你 脱离这个的狮子的口 那么呢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 这个 尼布加尼萨王 就快快地跑到 那个的狮子坑的洞里 上面呢 来到呼叫 这一个的淡里里 说 淡里里 淡里里 你还好吗 那么呢 淡里里就说 我还很好 那么呢 我没有被狮子吃 因为我的神呢 把这个狮子的口呢 来到封住了 来到呢 阻止他来要咬我 因此呢 我还活着 我们看到 当这个的淡里里 和他的三个好朋友 勇敢地面对 他们的生命的挑战的时候 看到神与他们同在 甚至于呢 神行神迹 其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已经带着呢 上命的这种的态度 可能我就是死了 即使上帝不救我 我也会跟随主到底 但是神切很奇妙 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呢 把他们呢 救了出来 显示他 与他们同在 让这个的敌人 这个的外国的王 看到呢 这个的以色列的神 是何等的奇妙 是这么的又阵又火 甚至于呢 这一个的 尼布加尼莎王呢 把那些要陷害 淡里里的人呢 和他们的家属 都丢在狮子坑里面 他们都被狮子咬死了 而王呢 也下令 告诉全国的人 要在这一个的 淡里里的神的面前呢 淡淡静静 因为呢 祂的神是永远存在的神 哇 这一个的外国的王 都宣告 我们的神是 永永远存在的神 直到呢 这一个的王 使到神的名呢 被告给在 这一个的巴比伦里面 当我们不妥协的时候 神的名就被告给起来 可能我们一直伤命 但是呢 神在这一件的事上 祂要行使神迹其事 我们不知道 神的工作是怎么样 但是神应许 与我们同在 祂应许 与我们同行 所以呢 我们要 勇敢的面对 我们要放下那个胆怯 我们要放下那个惧怕的心 我们要来勇敢 信靠神 向前来走 很多的人呢 就会呢 跟着这个的潮流 就会放弃他们的信仰 他们为了保命呢 他们做了很多违背的 自己的心的 这个的事情 我们说 跟着潮流来走嘛 很多时候我们说呢 小数 服从多数 所以我们是少数的人 我们要服从多数 每个人都向左走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向右走呢 但是呢 很多时候 神要我们做的就是呢 逆流而上 要我们向左呢 相反的方向走 因为呢 大家所选择的道路 未必是对的 神要我们呢 走在祂的真理的道路上 所以呢 有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发觉到 我们不能够 跟大家 大家同流合物 我们要呢 走在另外一个的阶段里面 很多的人不走的 很多的人啊 从那个方向跑出来 但是我们却要向那个的方向 来到走向前走进去 所以呢 这是不简单 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你相信 神 祂必与你同在 祂必与你同行吗 当你信靠祂的时候 你知道祂必与你同在 必与你同行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了 你就不再一样 你就不再急怕 你荣感的面对你的人生 你可以逆流而上 你不怕 因为呢 你知道在这个的风雨中 在这一个的行情里面 神必加力量给你 神必呢 祂必天使天使天使与你同在 神必呢 让我们遇到很多的贵人 直到我们能够呢 逆流而上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耶波 祂在这个的 面对朋友的指责的时候 祂没有按照呢 其他人的想法 祂乃是仍然的信靠神 祂仍然的信靠主 是恶啊 不是你所讲的是这样的 我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 祂仍然的信靠 因此呢 我们看到呢 上帝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第四十二章第七节呢 上帝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说你们你的三个好朋友 他们呢 就不如你这样子的认识我 你是真的是认识我 所以呢 到最后呢 上帝呢 就来到呢 重新的祝福这个的 那当然因为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是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在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看不到 这个的灵界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只能够像 耶波一样相信神 可能呢 我们的前面的道路 我们看起来呢 是很渺茫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呢 你能够继续信靠神吗 你仍然相信 祂与你同在吗 你仍然相信 祂与你同行吗 耶波就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呢 上帝呢 祂的话语 再一次的临到 这个的耶波 甚至呢 神呢 再一次呢 来到赐负祂 神医治祂 祂神之余呢 来到呢 处罚祂的三个的朋友 因为呢 你们呢 责备了我的 这一个的 所爱的仆人 祂呢 是更加的认识你 祂更加的明白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一个的耶波说 从前我封闻有你 今日我得以见你 曾经 我这样子想你 原来你真的是我所想的 是没有使到我的失望的 所以呢 耶波在祂的困境里面 当祂继续的信靠 祂逆水而上的时候 祂看到了祂的上帝 是这样又真又活的上帝 当但依里和祂的三个朋友 他们溺水而上的时候 他们看到呢 神祭其事发生在他们生命里面 神没有把他们 让敌人来把他们拉下去 神反而是提升了他们 所以呢 神的恩手必与我们同在 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黑暗来到 我们没有看到黎明就靠近我们了 我们要相信神 罗马书讲到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乃是要信义更新而变化 这个世界的潮流 不是基督徒的潮流 不是上帝的潮流 我们乃是要跟着圣经 神的话语怎么说 我们呢 要来到信义更新 时常的更新我们的思维 更新我们对上帝的看法 我们呢要时常来信靠神 来到呢 建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跟着上帝圣灵来到走 而不是跟着这个世界来走 不是跟着这个潮流来走 所以呢 我们不要随波自流 我们乃是要呢 跟随圣灵而行 甚至于呢 有时候呢 我们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是呢 溺水而行的话 我们也难要信靠神 知道祂必引导我们 必看顾我们 必保守我们的脚步 愿我们呢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 当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们不妥协 我们呢 能够逆流而上 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们 我们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 我们不知道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发生怎么样的困境 但是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主 你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们同行 当我们面对 这一个的困境的时候 撒到魔鬼来到 攻击我们的时候 危机临到我们的时候 主我们知道 我们的上帝 必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知道 你能够救我们 脱离这个敌人的手 你能够救我们 在这个的危机里面 即或不难 我们仍然要信靠你 即使你今天 你不抑制我们 即使你今天 没有把我们从那个的困境里面 带出来 我们仍然信靠你 因为呢 你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 你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行神迹启示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 完全的交托 你来带领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神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